妳覺得那麼可愛 妳可愛嗎? 純可愛 只有在妳面前才會耶 妳有沒有發現我的打扮很特別 對啊 哪有我每天在家都把這樣穿 嗯?不是不穿 欸?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 收納強迫症一定都會喜歡的 怎麼樣處理 更衣室讓它整整齊齊乾乾淨淨 一目了然的所有細節 主要會從三個方向切入 那如果妳想知道是哪三個方向切入的話 請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訂閱收集的開啟小鈴鐺 最重要的是要按讚跟留言跟我分享 妳看完影片的感想 今天呢教大家來妳來看 12345教大家怎麼訂閱 就是可以放腰帶 可以放襪子 看一下看一下看 內褲嗎? 內褲在這裡啦 這是妳可愛可以看的耶 各種性感想睡衣 妳不要一直照內衣 如果大家有興趣我再找資訊 白色的衣架有分兩種 這兩種衣架呢 到底要怎麼樣掛衣服 S掛鉤呢 到底是有什麼S掛鉤 然後怎麼樣掛牛仔褲 牛仔褲才不會變形 怎麼掛牛仔褲長褲才不會變形 第一段我們要先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用S掛鉤 掛牛仔褲 S掛鉤呢 我們先抽一件出來 那很多人詢問的是呢 S掛鉤的尺寸 我們會再上字卡給大家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掛法 掛法就是很多人好奇 不是掛後面的掛鉤 因為這樣子其實牛仔褲呢 它會比較造成 呃...掛久了 後面屁股這裡會凸一塊 所以我個人會建議大家 牛仔褲的側邊 從褲頭的地方 讓S掛鉤勾進去 這樣子呢 你的牛仔褲比較不容易變形 再把它慢慢的好反鉤回竿上 送進去的時候稍微拉一下 牛仔褲就可以整齊排列 就一目了然了 接下來要分享牛仔褲的 釣法 剛剛是S掛鉤 現在是長褲 那我們的衣調的選擇 就這樣的白鐵衣架 最重要的是呢 因為它是有一點點 眼骨狀、管狀的 所以當牛仔褲呢 對折 然後我會讓Logo是朝外側 魂布的地方 朝衣櫃的深處 這樣掛進來 然後再理一下下 兩邊要一樣的長度 你們會發現 其實這樣的衣架呢 會讓牛仔褲 它有一個自然的蓬度 如果是扁的衣架 它很容易是這樣 就是壓住 那掛久了牛仔褲的 褲管就會有一個折痕 所以這樣的衣架 還有這樣子的掛法 你就會呈現出整齊的樣子 接下來是大獲好評的 白色衣架 它好像有一個名稱叫做 植蓉衣架 我選的是最大的跟最小的兩種尺寸 交替使用 所以我會補尺寸在這邊 除了這個植蓉衣架以外呢 我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小法寶 登登 就是如果呢 它是一整套的衣服 我就會把它掛起來 這樣子呢 更節省空間 延續上次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也是那種衣服爆炸多的人 Like me 你就會很需要這一些小法寶 增加就是收納的空間 不然其實很容易不夠放 好然後至於內褲的問題 大家可以看 因為這個其實是放飾品的櫃子 可是我發現呢 它沒有比它更好放內褲的了 然後內衣呢 就用玻璃的 然後籃子呢 放襪子 皮帶這件事情呢 中間不要有分隔 皮帶反而讓它自由 你自己捲那是最好收納的 因為我發現這種一格一格的 反而不好收納皮帶 因為皮帶有很多不同的尺寸 快速的看一下抽屜 抽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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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一層 快點 快點 我整起來 這不會這樣看 怎麼開個抽屜這麼累啊 我跟你講 你們看這邊 哪邊 這裡有洗好的跟送洗回來的 所以呢 這兩種衣服呢 怎麼躺在地上是嗎 不是啦 就是這兩種衣服呢 弄完了之後 我們要怎麼樣摺 頭皮拉出來 每一件衣服你這樣抽出來 他還不會倒下去 看過我 阿補阿嗎 阿補阿妙孤嗎 阿咕咕嗎 阿咕咕 是咕嚕嗎 孤獨嗎 那就到最重要的部分呢 摺衣服 就是一般的衣架 我們進更衣室呢 會換成平常掛衣服的衣架 在摺之前呢 告訴大家有一個小小的秘訣 就是 你要先燙它 再來摺 通常你如果 衣服不燙就摺好 你出門再摺 它看起來就會很像 鹹菜乾 我覺得衣服呢 不一定要貴 但是它一定要就是 平平整整的 不要摺痕 第二個步驟 換更衣室裡面的衣架 人生齁在走跳啊 男人不一定要有 掛燙機是一定要有的 你們把衣服這樣燙一燙之後呢 可以順便瘦身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瘦就拆起來了 對 因為它舉這麼高 它沒辦法燙 它必須要低著往上 那來看一下這件衣服怎麼摺吧 你們看是不是攤開來 甩一下 基本上它也不會有太明顯的摺痕 摺衣服的要點呢 第一個 正面朝下 自己面對衣服擺斜腳 往內摺回 重點是呢 你的衣領 跟你的衣角 有一些小角度 你還是要稍稍的順一下 讓它是平整的 你可以先檢查 衣領的地方 兩邊要一樣的寬度 然後袖子這邊摺的時候 要特別留意 我會用手指頭伸進去 讓它不會被壓死 接下來就是重點囉 我們現在要幫衣服裡面 偷偷摺三腳架 第一摺 輕輕的再一摺 然後這個摺呢 你們會發現 你們都要用手指頭進去 讓它立起來 稍微撐一點膨度 接下來就不要客氣 狠狠的對摺 有沒有發現 LOGO就很清楚的朝外 它會有一點膨度的感覺 通常有LOGO的T恤 我們就會讓它 朝外側 然後你一定要抓住衣領往下放 有沒有發現 它現在就是站起來了 你可以拉一下 基本上呢 它就乖乖的在家裡囉 那大家都會詢問說 這樣子摺 怎麼樣可以 很輕鬆的衝出來 然後不會亂掉 基本上呢 放進去的方式 你可以踩 比較軟的 就會搭一件 比較厚的材質 就可以讓它就是有一個好像支撐力 那至於衣服折起來的寬度呢 我會取決於我每一個抽屜的高度 今天介紹的一些常貨證 你幹嘛破壤 還沒有什麼別的沒介紹的啊 哦 你知道還有很多人敲碗什麼嗎 一二三四五 這五櫃 你知道是什麼嗎 太久了 這五櫃 都是我的運動服 這五格呢 總共收了 快要三百件的Legging 很會買 有沒有很厲害 不是 是很專業好不好 我是職業的 所以我很重視我的工作 KK獨家運動Legging折法 首先讓你的正面朝上 對折 注意折的時候呢 你的褲腳還有褲頭 都要稍稍調整 讓它是對齊的狀態 接下來把臀部凸起的地方 往內微收 收到你盡可能的 由褲頭到褲腳的寬度都一致的位置 接下來從你的褲頭 往內折 兩折 邊折都要注意 邊邊角角要盡可能的調整 微調收好 再從你的褲腳往回對折 再對折 然後把剩餘的部分 完整的對折 這樣子就可以折出 可以站在衣櫃裡的Legging囉 先生 請問你滿意今天的折法嗎 Window Legging就要這樣站起來喔 我以前第一間更衣室 有一個很錯誤的決定 就是你們看喔 每一格的寬度 我做到差不多是現在這個叫一格半 所以那個時候那個一格半 真的是在很尷尬的狀態 這樣子的寬度63 好 然後告訴大家 深度 59 高度 235 我們上次不是這樣量 告訴大家這是59公分嗎 依據呢 就是以 我的兒人的肩寬 至少你的衣櫃的深度 要超過你的肩寬 大概10公分左右 那當然就是 因個人家裡的尺寸吧 師傅有建議我一件事情 你知道很重要 太深 就會找不到東西 所以他跟我講說 反正呢 你看一下那是在幹嘛 他在找很深的東西 反正這一個抽地的深度 不要超過60公分 超過60公分 深的抽地 基本上你都不好放也不好找 給大家一個參考好不好 我們收到很多人妻的來訊啊 說 不相信我們這樣的責罰 就是可以維持很久 據說老公好像都是家裡的抽屜破壞吧 嗯嗯 是嗎 抗議一下喔 能不能見人啊 當然啊 我已經責很久 而且我大概有 兩個禮拜沒有看過你的抽屜了 來來來 看一下抽屜 哇 好知情相光圈 因為是不是誰很會折 對啦 分類我幫你分類有沒有 左邊這邊全部V里 這邊是不同顏色圓領 然後還有分放數 幫你自己問你是不是很好分 大V小V有沒有看到 哇 再上一層光圈 你好棒喔 好這邊是另外的 比如說背心啊 土袖的啊 挖背的啊 所有背心這邊 還有其他的啦 這只是部分而已 我幫你分類就一目了然 真的感謝誰 這個拍的輪 黑女子 哎呦 哎呦 哎呦哎呦 哎呦哎呦 你在送什麼 拐拐拐 是在拐拐拐拐 什麼啦 如果在伸展啊 你不知道住家是很累嗎 你們男人都不懂 哪裡累 心累 身體也累 所以要伸展一下啊 我當初做這個 厚度就是 可以 就好伸展的厚度 所以它叫做就好 哈哈哈哈 我跟你們說 你知道伸展的重點是什麼嗎 跟摺衣服一樣 這是人生必須知道的道理 上半身呢 就是用你的手肘啊 就這樣 很性感的這樣 腋下如何 對就是腋下如何姿勢 反正你就是抓住這個邊邊 然後讓你的腋下 靠近櫃體 你就會伸展到 你的上半身 可以步一身 記住喔 就是都不要那種 我跟你們看錯的 就是這種 這種就是錯喔 這種 不是喔 伸展的重要呢 讓它有一個支撐點 然後讓它盡可能的延伸 保持呼吸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呼吸 你就 伸展你的腋 或是你就一直跟 跟自己對話 這樣就好 喂 這位小姐在幹嘛 哪裡來了這一支劍 脫絲彎刀 踏不進去了 你知道我們這個更衣室 其實還有很多寶藏嗎 你看上面 其實你們不知道很多事情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再來看一下 你的秘密全部藏在上面 你是不是因為我穿運動服 你開愛上我的 我沒有看到你穿運動服 你講快一點 我剛突然看到耶 我有一個很特別的褲子 莫莉咧 這是什麼 這可以穿那個傷心手臂嗎 然後還有 有那個屁股全部都可以看到的褲子耶 你最喜歡的啊 運動服 你知道我平常上課都穿這個嗎 這會不會有點over 不會 做人就是要over 還有囉 我情人節特級 不是跳給你看 是跳給觀眾看 你都不知道我上課都穿這些對不對 你下次來我的課看看 這個意思好像很多 我不知道的事耶 不知道的事情很多的呢 對啊 如果想要知道 還有哪一些失障不知道的事情的話呢 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訂閱的時候 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們再慢慢的把很多東西打開 譬如說你看吧 有沒有看過穿雨衣的牛仔褲 掰 欸 跌倒 哇 碗碗的 喔 喔